肠病毒疫情升温 门急诊就诊人数上周达到1.6万人次 创下10年来同期新高 近一个月更多达552班停课 更推估6月初疫情达到高峰 一时提醒肠病毒70疫情 近5年每大流行 孩童体内的抗体不足 加上重症以及死亡率最高 建议尽快施打疫苗 可以降低重症几率 不过国内国光高端两个品牌 分别是3600元到4300元 达到三剂得花超过一万两千元 势必负担 另外先前新冠肺炎疫情吃紧 民众在药局前排排排 等着买快施 指挥中心大撒币 才够3.5亿剂快施 还得实名制购买一盒五百元 如今却是两样型 基层药局反应 5月6日开始多达一千万几块筛 被送到四千五百多家药局 药师得帮忙免费发放 政府又在花高达十亿元 消化快施设计 直言当初采购量根本出问题 立委认为监察院应该要介入调查 因为是不是应该要动起来立案调查 来了解说这过程的真相 这是不是就是当初购买太多 库存太多 所以说要消化库存 消化预算 卫福部还是没有跟大家说明 到底还有多少库存 以及当初的采购的程序 这样子很不够体恤基层 看起来就只是单纯 要把这些快要过期的东西 消耗出去而已 民众到手的快筛 甚至有八成 效期剩不到两个月 花大价钱购买 最后用不完 全民的血汗钱一起浪费 借了应生成学白王一婷 宜兰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